好了,回來了,現在先談談財經消息 看看美國股市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33482.72 升了80.34,升了80.24 標準普2500指數跌穿了4100 4090.38,跌了10.22 納斯特克指數11996.86,跌穿了12000 跌了129.46,跌了1.07% 歐洲股市再看看,法蘭哈福DEX指數 15520.17,跌了83.3,跌了0.53% 有網友說直播有點疾 我也沒有辦法,我現在盡快測試完直播系統 我就會轉用新直播系統 應該食字的問題就可以消除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了,繼續講一下富時指數 英國富時指數是7662.94 升了28.42,升了0.37% 還有法國巴黎Cat指數是7316.3,跌了28.66,跌了0.39% 現在的情況,股市為什麼會下跌呢? 現在開始擔心就業市場和經濟 這是美國方面的擔憂 那麼,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我的理解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有些公司放出來的訊息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 舉個例子,就是Costco 那Costco它的股價跌了2%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它同一個店舖的銷售 在3月的時候就跌了1.1%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上網銷售又有問題 以及氣油價格又比較便宜了 所以呢,它那個銅店的銷售 在3月的時候就跌了1.1% 那在美國呢,如果在同一個店舖 它的銷售就跌了1.5% 那在加拿大呢,就跌了2.4% 即是銅店銷售就跌了2.4% 那其他地方就好一點 其他地方就銅店銷售 就是現在看到 一年和去年比,就升了2% 那但是,他們上網買東西那裡就大問題 即是Costco有些地方是沒有上網買的 但是在北美他們都有做網上銷售 那對比起2022的3月呢 它的網上銷售就跌了12.7% 所以都是幾麻煩的 你說實體經濟,為什麼疫情結束了都糟了 是這樣的 即是你要留意一下 2022年3月呢 美國的疫情都還沒有結束 其實開始開放了 就是2022年的4月左右 就開始開放了 但是都是糟糕的 其實就是 那,有些問題的 你不要說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 這一個星期 其實只有四個交易日 就是 但是 現在看到那個就業數據 有些緊張 有些緊張 就是就業數據 其實 看上來就 沒有之前那麼英俊 就是不似預期 所以 就會跌了 現在 看到美國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他們 股市好像在升 但是其實 只有很小的板塊 就升了 上個月是哪些股市上升呢 其實就是 微軟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和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在上個月就升了百分之十一 其實就是 但是很多股市都是跌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他們這些科技股會升呢 這個又要說說 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 AI 那麼Google 就發佈了 它 最新的AI超級電腦 那麼Google 它就 說了一些數據出來 它就說 它們那個 就是系統 會比NVIDIA 即是輝達 或者英偉達 那個系統 是 快過和更加高效 那麼 英偉達在這個 AI 即是模型訓練 和市場部署 它是佔了主導地位的 但是 Google 它不是沒有做事 Google 它有做TPU 就叫做Tensor Processing Unit 這些也是人工智能晶片 來的 它最初是內部用的 但是 它會不會放出來做其他事情 其實它是會的 就是Google 都是人工智能的先驅來的 它也是 但是現在有些人說 Google 商業化的發明 那方面 它們落後了很多 這樣 其實 是有些問題的 現在 就是Google 你說它們是否落後了 不是全面落後 那 人工智能模型 和產品 舉個例子 就像OpenAI 那個 吹水引擎 和Google 都是吹水引擎 就是要用大量的電腦 就是整千上百個晶片 對不起 不是整千上百 是整百上千 甚至上萬的晶片 一起做 去訓練那個模型 那個電腦 就要 訓練的時候 要訓練幾個星期 或者幾個月 那個模型 才可以扔出去的 那 在之前 Google 就說它已經做了一個系統 那 就包含超過四千個TPU 那 就結合了 這個 用來訓練和運行AI模型的 就是 module 那些組件 在2020年開始走的 那就用來訓練 這個OpenAI 就是 赤GPT 模型的競爭對手 就叫 Google PALM Google 這個模型 走了超過五十天 那 Google的研究人員 就說 就是 Google 用這些TPU 搞出來的 超級電腦 就叫做TPU V4 就比 NVIDIA A100 快了1.2 至1.7倍 那 耗電量就低1.3 至1.9倍 這是他們公佈的數據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那 性能 可擴展性 和可用性 令TPU V4 超級電腦 就成為大型 語言無形的 主力計算工具 這個是他所說的 那 那 GOOGLE 那些人有沒有 將TPU 和最新的NVIDIA H100 比較 那 就沒有 他沒有比較 他就和A100 比較 就沒有和H100 比較 那 那 NVIDIA 即是輝達 或者叫做英偉達 他的CEO 黃仁勳 他就說 這個新的 就是輝達 H100 晶片 比上一代 A100 很多 那 那 那 有些測試 就說 這個 H100 的性能 就是A100 的4倍 那 Google發佈 這個TPU 都未必會夠H100 那麽快 其實就 那 那 即是黃仁勳 他當然有說 他就說 下一代人工智能 需要人工智能 的基建 去訓練 高能效的 大型語言模型 那 他是說的 這個是黃仁勳說的 那 現在人工智能 要的 即是 算能力其實是很貴的 那麼業內的人會搞什麼呢 就是搞新晶片 還有就是 Fiber Optic Links 就是Optical Connection 那 還有 就是要做一些 就是 軟件 出來 就可以 用少一些 就是電腦 那 那 就是AI 現在當然是變成了一個產業 那 Google 微軟和亞馬遜這些 雲端供應商 他都會租一些 AI電腦出來的 那 Google 他都有 買了一些 那些 那些 NVIDIA的晶片 其實是 雲端被人租的 其實就是 那 Google 就說 他們那個 AI 就是那個圖像生成器 就叫做Mit Journey 都是 用Google 自己的 TPU 去訓練 那 那 究竟 這些 之後 有沒有用 不知道 現在 大家 大家 我認為是 博一博的 那 現在 很有趣 現在 這個 Check GPT 還有什麼 應用 就是 用Check GPT 去 覆電郵 現在 有人 這樣做 因為Email 很多人 覆不到 就用Check GPT 去覆 他是這樣做 哈哈哈哈 世界真的變得很快 那麼 財經消息再加上 一些財經新聞就說到這裡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 說一下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請你 請你 勉強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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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